好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這個先看這個簡報的部分 那麼簡報部分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我們今天主要的話會用到兩個 兩個這個免費軟體 一個呢是Debub Video Capture 另外叫Active Render 其實呢 我們一般 這個所謂的錄影的軟體其實還蠻多的 還蠻多 等一下我們介紹一些其他的 那麼我們先看看這裡 就是 你現在先看到這邊呢 這邊一般如果像我們 比如說我們現場你架了一個Deb對不對 延期活動或者是一般人的活動 你看像這樣錄 請問 這樣錄下來 有時候我們拍 如果拍那個 就是頭頂幕是不是內容不見得看得很清楚 對不對 你看這個是我以前 在學校的時候他們錄下來的 有放在網路上 好 錄整體的現場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啦 但是問題就在什麼 請問這樣子 雖然你聽得到我講的 可是 畫面上的 是不是效果就比較差 對不對 所以 這樣的方式呢 雖然可以 可是 我就覺得說可能對我們一般來講也許就 如果你要看得比較清楚就不是那麼方便 就不是那麼方便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比較常見的這些錄影的類型跟應用 我們這邊主要分成 兩種 一種叫 全棟式的 全棟式就是叫做全都錄 管他的 反正全部都錄下來 回去就自己負責剪接嘛 所以像我們的DV啦 或者像我們 像我比較常有的是這一種 就是 我們整個上課的這個流程 我就把它錄下來 好 把它錄下來 那另外一種呢 你可以看到 有影像式的 什麼叫影像式的 影像式就等於說 有一些 因為 畢竟我全部都錄下來 檔案一定會比較大 對不對 檔案一定會比較大 那這個時候如果我可以 比如說像我們一般尤其電腦教學 或者是簡報教學 或者什麼的話 我是 是不是在這個畫面我們就停很久 就可能會停好幾秒鐘 甚至好幾分鐘 那這個時候其實他並不需要怎麼樣 一直錄影啊 他只要把這個畫面抓下來就好啦 他只要把這個畫面抓下來 然後繼續錄我的聲音 是不是就OK了 這樣的話 檔案就比較小 所以有一種叫影像式就像這種方式 那另外呢 因應需求 因為不可否認 有些時候 我什麼時候要全動什麼影像 可能兩個都會有 所以就會有混合式的 混合式的 就把兩個 比如說他在講簡報的時候 可能就是用影像式的方式 但是呢我們可能切到現場 切到現場的時候 我就改用什麼 或者有些 動作我們是拖曳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他就會自動切換了全動式 就改用錄影的方式 這樣的話呢 就不會漏失掉 就不會漏失掉 所以等於是 融合這兩種 融合這兩種 那當然 這個部分就要看 因為有時候他如果萬一判斷錯誤的時候 你也可以手動去強迫他 這個地方就像強迫用錄影的 強迫用錄影的也可以 你軟體裡面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 順利 那一般最常見的 就比如說像我們這種 比較互動式的教學 或者是電腦螢幕的錄影 還有呢 像很多的 比如說在一般教室裡面的 然後是那個什麼 現場的 還是說有人 比如說 遙遠活動 就現場錄影 這樣也是一種方式 因為其實 像我們剛剛看到那種 DV的方式 還有一個人 他的確定 各位 平常有沒有用過DV的錄影 檔案大不大 檔案 不是大 是超大 所以 你可能錄一個 比如說一個 一個小時下來 可能就二三十G跑掉 那你電腦要處理二三十G 雖然現在 硬碟是夠大 可是處理二三十G 也要跑的是900 他要做剪接 所以就 蠻麻煩的 那 像我們在右手邊這裡 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有幾個就是 像 這個是一般的 一般的這種 路 像我在那個 我們的那個現場 就是 教學現場裡面 我在這邊 這下一個 有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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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備 但是在拍的過程之下 這樣子 只是我這個 比較低一點 有大陸 有沒有 我是把畫面 只是轉接到我的電腦 電腦 錄下來 要放大一點 要放大一點也是可以 好 那 這個呢 就是他實際什麼 實際拍攝的一個過程 就是 透過那個 剛剛同學的那個什麼 手機 我們手機這樣直接錄下來 整個畫面 真正錄下來是這個 可是呢 那個過程也很重要 對不對 所以我就會像這樣子 給 給他們去 就錄下來 那 最後呢 錄完了 我們會拿到什麼 剪接軟體面 好 那你們說有幾次 我們看到的這段 錄 然後可以看到 我們就 那就是 好 我們就跳到後面 錄到這個畫面 那我們下一代 我們不用這一套啦 因為這個是 這裡費喔 比較規格比較難 有沒有 然後去費啊 事實上我們在那個 現在學校裡面如果要錄那個 MOP的 平台的話 假設學校 比較沒有 投注太多硬體金貝 沒有做即時的話 就是要做後製處理 那現在大多數應該學校都會有啦 都會有 投注一下 那另外呢 我有 把 比如說我們學校 請那個 這個張柏瑞導演 來 那我就一樣 把它錄下來 錄下來 這個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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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喔 它聲音道比較 不夠 那因為有錄的畫面比較小 所以我覺得 我在旁那時候後製 花瓜 像前面這一段喔 我 要到後面去 比如說他在 介紹 在他拍的這個影片的時候 他哪一個片段 因為如果我在這邊看有沒有發現 這樣錄下來效果很差 對不對 我就去把那段影片找出來 可以YouTube上都找得到嗎 我把它放到這上面 那右手邊再放到他們 看這段影片的內容 這個是經過後製剪接 後製剪接的部分 有沒有 當然這兩個會 沒有辦法完全都一模一樣的 會有差一點點 可是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現場的情形跟 實際影片 這樣看的話就會比較清楚 OK 好 那另外呢 像這個 最近呢 我比較常出現在螢幕上 可以嗎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以前我大部分都不太喜歡 在 錄影的 影片上出現 不過我覺得 也要稍微習慣一下 你就 找到 像一般來講 像我們 如果說 以後 你要同學要協助老師拍攝 或者你要自己拍攝的時候 攝影機的角度 盡量不要太低 太低的話會養隻你 會有養腳 對不對 就是大概跟眼睛啊 或者是 大概 接近眼睛的高度 或高一點點 那這樣看的時候 比較不會覺得說 太難了 那其實 說真的 有時候我們上這個 上課的過程裡面 雖然我每一節課都會錄影 可是其實我有發現 其實同學會發現喔 有老師在 不見得一定要看著你啦 不見得要看著你 但是 至少就是說 他有看到老師的一個表情 的時候 有些 他可能沒有聽得那麼清楚 但是看到老師 喔原來 可能有些自己動作上 他就比較清楚 就比較清楚 所以這個其實我覺得也是一個 不錯的方式 那 最後 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 那個 回答的 同學 回答同學 剛剛那個張波會答 回答同學的問題 我就是 把同學的問題 我就把它弄在這上面 不然把這樣舉手 你不知道他 他在講什麼 對不對 OK 所以這個是 比較 特殊一點的 比較特殊一點的 像這樣子 有沒有發現其實 論的方法有很多 看你怎麼做而已 但是呢 這些都有一個好處 我們這樣錄下來 我們最希望就是說 品質當然我必須說 絕對沒有那個DV那麼好 因為一台DV 也要兩三萬塊 那我們用Webcam錄的話呢 效果一定比較差一些 一定比較差 可是你在 就是說 檔案大小 還有 就是後續的處理的 時間 以及就是我們要 做的這個 付出的這個所謂 硬體的成本 人力上來講 這樣 我們去取得一個平衡 今天如果你要做的是像電視節目比較高畫質 我絕對不會要你用這種方式做 但是我們怎麼樣在有限的經費 有限的時間 然後做比較有效率的動作 讓你這些東西能夠比較快的呈現出來 那如果以後 你可以有一個 比如說老師他可能有一個團隊在幫忙 他 完整的製作這些內容 你 就可以考慮用比較好的設備 比較 不一樣的 這些 工具來做 這樣OK嗎 可以 所以 先了解一下 我們 整個會用到的這些類型 OK 那 等一下 我們會用到軟體 待會 各位你可以先看一下 我們在右手邊 在右手邊 所有軟體呢 都在我們的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叫檔案 在這邊 你把它打開 那我剛剛那個連結也有在這裡 也有在這邊 對了 我們剛剛錄影的那個影片 就是今天延期的 影片 我都會隨時放到這裡來 點過來 這裡就 我已經把它傳到這個 關鍵點上 好 這個東海的 剛剛的 放上去 已經可以直接在線上直接觀看了 有可能 如果 剛放去 也許它還沒有轉當好 可能要一點時間 但是 大概 通常經過大概10分鐘 5到10分鐘 它線上就會轉好 那我們的軟體也是一樣 比如說 你要下載這個軟體 就點一下 我也放在雲端硬碟上 你就可以 有的 你就可以像這樣直接下載 那有的部分 也許因為我有壓縮的 像這個有壓縮的 你點進去 可能需要從右上角 因為它這個會進到壓縮檔裡面 有沒有 但是我們要下載 所以你就滑過去 滑過上面這一列 上面這一列 你會看到右手邊會多出一個這個 把它按下去 把它按下去 這樣就不會進到我們壓縮檔裡面 而是會出現下載 這樣OK嗎 上面這裡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好所以 像這樣子 我問一下各位 請問 我記得東海 可能也有吧 就是 Google 貸管學校的網譽信箱 有嗎 你們沒用過 你知道那個空間多大嗎 一般的Gmail的空間多大知道嗎 對15G 那學校貸管的這個信箱多大知道嗎 搖頭是對的喔 因為我也不知道多大 因為它上面寫空間無限 對啊 所以搖頭是對的 真的真的 所以你看我這邊 來 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它是寫 依使用195嗎 對啊 所以如果學校有的話 我是蠻建議各位 你可以去申請一下 申請一下 它就只會告訴你 你用多少 我們一般會告訴你剩下多少 有沒有看了會很不舒服嗎 你就看 啊 差不多只剩多少現在是用多少而已 就是差在這邊 所以 可以的話其實 它網譽登錄都是一樣 登錄 還是從Google登錄 只是你打的那個 郵件是完整的學校的那個信箱 學校信箱就這樣子而已 那 這個 在領中的做法是 等於說 除了學校原本的信箱的話會再多一個 這個就等於說 不會在學校資源 那就 給你這樣子 所以 也許你們可以問一下看學校有沒有 這樣了解了嗎 可以喔 所以如果說等一下我們有需要軟體 我們主要會用這兩套 這個 Debug Video Capture 還有Active Render這兩套 那所以待會呢你也可以先下載一下 那有相關的 跟我們 簡報也好啦 或者是其他相關的 還有一些 你也 有需要等一下我告訴各位從這邊下載 那 Debug Video Capture有兩個版本 有兩個版本 為什麼放兩個版本 因為 一個是 比較新的 3.01 一個是比較舊的 因為新的呢 它如果 適用起到的會出現浮水印 可是舊的沒有 舊的沒有 舊的就在非商業性使用的時候 它是 完全免費的 也沒有任何浮水印 所以就看你 想要用哪一個 好吧 OK 那我就把它們還給你